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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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她不敢选别的 她老公 拿着对 发际线往后移 一厘米和你最喜欢的包包被刮破 你选一个 一厘米 我缺手的感受 我以前一头绣发 没有人认识我 都没了之后 她们都认识我 对不对 对 你看这都是我的人 下面一个问题是 魔童长大以后 她的女朋友如果你不喜欢 你会直接跟她说吗 为了保持我们的关系我不会说 但是我们就少一点见吧 哇 这么厉害啊 这省得自己不舒服 对吗 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上一次录制完了之后你的感受是 我的感受是 原来真的选老婆很 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啊 对 对 就是 要不你回家问问 你老婆选老婆就是重要不重要 还好她那个时候不懂 对 就趁着她不懂 对 对 对 如果她那个时候很懂的 就麻烦你 问题问完了 好 来 尝一下我们的 谦和林天佳的酵油 蘸一下这个 那我们先 这个 这个 鱼不重要 我们的酵油很重要 不错 不错 欢迎袁勇宜 好 谦和好酵油 真爱林天佳 有请今晚的一号家庭 大家好 大家好 孟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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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 好帅 真的帅 舒娃阿姨好 孟爷爷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一号男嘉宾高翔 我今年三十一岁 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 现在在北京的一家 互联网公司担任商业经理 我对爱情的理想 就是早上出门 我可以带走 你为我亲手准备的爱心便当 晚上回家 我可以给你一个爱的拥抱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要牵手一位 可以跟我一起在北京奋斗 成熟温柔的女孩 我可以为你提供一个坚实 可以依靠的肩膀 这是爸爸和朋友是吧 对对对 来 我这次非常期望 通过这次相亲大会 高翔能如愿与长 成功牵手 她心仪的一个女孩 谈恋爱就像划船一样 两个人心望一出响 静望一出死 齐心协力 死亡幸福的彼岸 谢谢大家 谢谢孟老师 让我们荡起双奖 大家好 我叫什么呢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的好兄弟高翔 是一个工作优秀 生活精致的男人 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其实也不重要 你剪重要的说好吧 重要的是高翔 他不喜欢太不成熟的女生 希望今天他能给我们带回去 一个未来嫂子 好的 欢迎你们 请就位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有请2号假题 你这个快乐啊 像明星这么感觉 对 哈喽 大家好 我叫Michael梅科 今年25岁 来自湖北 武汉 现在是一名 雅思考玉老师 在生活中 我非常热爱音乐 非常热爱唱歌跳舞 对音乐我是一见倾心 对爱情 我相信一见钟情 我比较喜欢 皮性格比较好 比较温和的女生 但我不太喜欢在朋友圈 分享一些秀爱的照片 我觉得爱情 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我之间有爱就够了 对 哎哟 好 我也说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是Michael的妈妈 别人常常说 我们像是姐弟 这大概归功于我良好的心态 未来的儿媳妇 如果你有很多爱好 我一定是你最好的闺蜜 欢迎你们 本嘉宾由珍代网推荐 有请三号家庭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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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吃的 大家好 我叫孙颖 今年31岁 来自北京 那现在呢 是在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公司 做人工智能的讲师的工作 那我理想当中的另一半呢 是流星化缘里面 山菜这样的邻家女孩的类型 希望在生活当中呢 你可以有一些小烦恼跟我分享 但是呢尽量不要 我们喋喋不休就好了 那如果你符合以上特点的话 我会勇敢为你爆灯 来表示我对你的喜爱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孙颖的爸爸 我的儿子呢 就像我们家乡的小吃 驴肉火烧一样 看着朴实乌滑 但是呢 吃起来回味无穷 今天带来一份呢 给孟老师尝一道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个火烧我不能搬 你送我驴肉火烧 我必回送你港容蒸蛋糕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好吃我对你是蒸蛋 谢谢 孙颖妈妈说两句 大家好 孟爷爷好 我和孙颖的爸爸呢 都是做工程管理工作的 工程管理 对 然后呢我曾经参加过 五个国家重点项目 核电工程的建设 核电工程 对 我呢作为专家库的成员 参加过咱们国家圆外工程的一个烟收 哇 这么厉害 对 而实际上来说呢 我也是一个失去的婆婆 女孩子工作劳累 然后喜欢睡点懒觉啊 不爱收拾啊 懒点啊 这些我都能接受 也能理解 但是我就希望呢 她们小两口呢 能够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就行了 哎 这婆婆听上去特豁达啊 没有那种看不惯的事 是 对 这个婆婆非常好 女儿哪一年可以接受也 对对对 好好好 欢迎 欢迎 来来来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有请四号家庭 都是旗袍 披肩 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这里 特意自己写了一首小rap 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Yo Yo Everybody say 铁岭的残桌 商业竹林地产是我的工作 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 但在这里希望能够被你看见 如果你懂我茶饭喜欢穿搭 那就请你跟我一起回到我 在我家跟我一起那几天呀 那就说到爱情看有三分发芽 Yeah 好好笑脸呀 妈妈说两句 大家好 我是谭卓的妈妈 想到谭卓的朋友 现在都结婚生日 可她现在还总是给人当伴侬 也没有划了两个伴娘什么的 我真有点闹心 所以今天来到了 新乡亲大会现场 希望她找到一个亲姨的女孩 我的原则是她喜欢我战场 谭卓上别人婚礼上 都是打酱油的经验挺丰富 你要打酱油的话 我们必须要夸一夸 我们千和林添加的酱油 要打酱的酱油 真的可以 不添加味精 色素 防腐剂 买酱油 选林添加 吃了千和高品质 林添加酱油 希望你们认真相亲 不打酱油 带着福气回家 来 我送你们一瓶千和酱油 林添加 谢谢您 来 请就位 本嘉宾由张盖网推荐 有请5号家庭 大家好 我太酷了 这一家很洋气 这一家子走大街上回头率是100%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是李松廷 今年25岁 是一名音乐人 我想找一个特别喜欢音乐的一个女孩 如果说你是一个特别不喜欢音乐的女孩 或者你的工作跟音乐完全不搭边 那我认为我们就不太可能 因为你说的我也听不懂 我说的你又不爱听 咱们俩容易聊不到一块去 看样子 您的父母也应该是从事艺术工作的 来 大家好 我是李松廷的爸爸 现在我和松廷的妈妈 在云南大理经营一家客栈 我前天在大理住了一个月 我在大理看过你 因为大理就这么大了 对 特别小 你们希望找的儿媳妇有什么标准呢 我只有一点 不希望我儿子找一个比他大的女生 说实话 女人老得快等不起 我们既不希望耽误人家 也不想让我儿子有吃软饭的嫌疑 所以我希望我儿子今天能够成功地牵手一位 跟他年貌相当的女嘉宾共度一生 为了表示预祝 我们一家三口准备了一首歌 好的 来 谢谢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我爱你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 一看就是特别幸福的家庭 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蒂斯橄榄油 为你们的幸福生活加油 欢迎你们 来 请就位 谢谢 本嘉宾由张盖网推荐 有请6号家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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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可以 这个帅 孟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程紫阳 今年23岁 来自深圳 现在的工作是配音员 作为我的女孩呢 在外我护她毫发无伤 在家我做她的心灵导师 为什么说心灵导师呢 只是看到我手上拿了两个证书 一个是保镖资格证书 另外一个是国际心理咨询师证书 我希望我可以做她的私人保镖 护她一生 我们一起持证上岗 这证书还挺厉害的啊 来 帮我帮她出来 大家好 我平时除了宠老婆以外 最大的爱好就是跑马拉松 我觉得谈恋爱就像跑马拉松一样 坚持和毅力 是我在赛道和情场上的秘籍 杨阳 你要记住 老婆不做的事 你做 老婆不吃的饭 你吃 方法都交给你了 今天你一定要带一个老婆回家呀 加油 好可爱 我找儿媳妇就有两点要求 脸蛋要天然的 然后性格要外向的 今天我就希望能让孟老师 帮子杨找到她理想的类型 为了这个目的呢 我还带来了一个反面教材 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年轻时候一张照片 法尔赛 法尔赛 为什么说是反面教材 儿子偏偏不喜欢我这种类型 所以我就用她来做一个参加物 就不要长出这样的 对 不要长这样的 然后什么类型的都行 那就拜托你了 孟老师 这还挺特别 来 请就位 本嘉宾由真爱网推荐 好 所有家庭请就位 好 多好 多好 脱单快 尚真爱 两亿单手讨气年都在用真爱网 淳烨 亮亮 你们对哪一个家庭 或哪几个家庭有印象 我对6号的妈妈特别好印象 如果我也选是要天然的 性格外向的 性格对外向的 这跟我蛮像的 对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不然我会叫你考虑我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也喜欢她这种内型的 跟林敏昊的那种 谢谢 欢迎进入千和林添加酱油 新乡亲大会 新乡亲大会 暖心合作伙伴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千和好酱油 珍爱林添加 来 我们有请1号女嘉宾 我笑一下很有看 舒淼娃 也好 孟爷 也好 大家好 我叫谢欣益 你们也可以叫我阿古达 我来自四川成都 之前在法国读土木工程研究生 今年27岁 跟我们家很配 我爸妈都是在做工程的 你们刚刚在挖挖挖挖挖什么呢 很漂亮 没有气质 那你们可以说很漂亮 不要挖挖挖 我们两个还满 有父母要问李嘉宾吗 3号 李嘉宾 你好 你好 你是学土木工程的 我的爸妈 我和对你的爸爸 都是学工程管理的 咱们算是同行 对 我儿子特别的细心 而且长得也很帅 就是你来我们家特别合适 我都不问这是什么问题了 直接到我们家来吧 就 阿姨 您还没看VCR呢 就 你不看我就知道你特别好 3号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我就说是3号 这么快 来 我们问一下孙颖 女嘉宾 你好 我叫孙颖 我是3号男嘉宾 你好 首先呢 很荣幸地能和你在一个城市 我也是在北京的 同时我父母呢 也是在做工程方面的工作的 我觉得这个咱们是 非常地有缘分的 其次是在你非常吸引人的外表的 这个前提下呢 能不能给你一个 我也是在北京的 小小的人生建议 建议 你找一个我这样的男朋友 可以的 可以的 你真的是 说的一首 说的一首好歌 他这个话应该稍稍修改一下 你不是找我这样的 而是找我做男朋友 对 6号 我想问一些女嘉宾 你介不介意姐弟恋 是这样的 就是我本身对于年龄 是完全没有 不要找这样的 拜托你了 孟老师 不怎么想 我对你年龄是完全没有介意的 但是我对心理年龄是会有要求的 我需要这个人 可能会比我稍微成熟一点 那正好我儿子心理年龄 还是蛮成熟的 我希望他有机会 就这样的吗 所以你看女生都是这种类型很受欢迎 对 你看那些妈妈都敞着问问听 对 性格非常好 1号 女嘉宾 你好 我儿子在北京 如果说你们能签署 你愿意在北京去跟他一块打拼吗 这就是 咱们之后再说 我爸提这个问题 真是 这算不算是直接拒绝他 就是什么 她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性质呢 我们看片子了解一下 我叫谢欣逸 大家都喜欢叫我阿古达 因为之前想去一个离家远一点地方 拼命地学法语 去法国的奥尔良综合理工 读图木工程研究生 真漂亮 我现在央企总部嘛 主要的工作就是海外项目的招数秒 我的目想就是和他一起去飞行 哎呀 我的 当然 我的介绍不会这么草草地结束 欢迎来到我的花花世界 这个好多 我的主业是在国企 服务业是在网上拍短视频 而且我这个服务业 比我的主业赚得多得多 哇 还有内心系啊 我做短视频的理由就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服务性人格 就是平时跟爸妈在一起 服务他们 然后跟我朋友在一起 服务朋友 但做短视频呢 我只能管自己开心就好了 我管你 谁是谁啊 一个人待在那的时候 就会觉得 什么要是我自己的掌控 我就是我这个世界的主宰 主宰 对不起 这种性格可可爱的 非常有趣 很活泼 很恰皮 他这个性格真的很加分 收入方面的差距 是必然会引起问题的 我和我前男友就是因为 发展速度不一致 就导致了一些的危机感 在一起几个月过后 我就突然就火了 我那个视频的播放量 就蹭蹭地上去了 然后我的收入就从零 变成了很多 对我来说是好事吧 真的是很好的事 但是对他来说可能就不一定了 男生可能比较介意这个 他要求我每天干的视频 就是在问这些 你早上吃了什么 中午吃了什么 你一会干什么 你刚刚干了什么 就这样 全是问题 而且我还必须要 精神饱满地回家餐 拼命地在我面前 想要证明自己 就会让我很累 就我觉得这样帮不了我 我后来就给他发现 其实我又受不了了 这个不太好 这太直男了 对 我也不喜欢的 当我男朋友 可能真的是要内心强大一点 就是他至少得允许 我这十年打拼吧 十年 可以吗 我今年31岁 我一直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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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变成我的朋友吗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生 1号 本嘉宾 你好 我是1号高翔的朋友 可以看出你是一个 非常的独立 然后非常有想法的 一个现代女性 我们家翔哥 就是一个非常成熟 本重 对事业非常有想法的男人 他朋友好会回答 考驳 孟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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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号 李嘉宾 你好 我和孙颖的妈妈 做工程这一块 我们做了三十多年 在这一块也有心得 孙颖在起步的时候 她也是做工程的 她对这方面也有心得 所以说我想你们也有 共同的语言 你来到我们家 我们会交流得很融洽的 我希望你们能牵手成功 谢谢 我爸拉票拉得好啊 赶紧给我讲一下 这不讲过的机会 是的 想花点儿子吗 你就花呗 好好 亲手就花 4号 整个不定 李嘉宾 你好 我是长得高大 非常帅气 正在那个创业的4号 所以说她现在还有时间陪伴你 我觉得是她是最佳银选 谢谢 为什么还会有时间陪我呢 创业在我理解 应该是特别忙吧 你认为既然选择了创业 你就根本不可能在创业期间 还有她恋爱的可能 跟我的话可能就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就我不能接受对方太忙 强势 你不能接受她太忙 但是她必须接受你太忙 而且忙到非洲去 属于双标吗 她这个 你这么说好像我很霸道 不是霸道 就是有一丢丢双标 都这么说双标 你们能hold得住吗她 很难 喂 喂 孟爷爷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孙颖 可以把我声音扩出来吗 把三号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你好 你好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打拼的工作的一个状态 忙碌的程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我现在的工作 差不多是属于 真的是蛮饱和的 我可能就是周末会有一天时间 因为就是白天是主业嘛 然后晚上回家了过后是副业 挺棒的明白明白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四号男嘉宾谈主 麻烦你帮我接动一下我的妈妈 四号妈妈 喂 妈 我觉得女嘉宾可能在事业上 现在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经营爱情 可能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里 不好意思 女嘉宾 潘卓说有点不怎么太适合 谢谢 又烧灭灯灯 喂 你好 孟老师 我是五号李松婷 我想转接一下我妈 五号妈妈 她真的很优秀 但是这个比我大了两岁 好 她跟我的观点基本一样 你很优秀 如果要是说小两岁的话 没关系 我理解 的确都是年龄和事业上的问题 在刚才你跟这些家长谈话的时候 你流露的信息是 白天我有主业 晚上我有副业 然后我还要去非洲 那我要是一个男人 我可能很喜欢你 但是亲爱的你告诉我 我跟你谈恋爱的时候 你在哪里 我看不到人 那还是可以看到的 对啊 我认为这件事情是这样的 年轻人无论是创业 还是工作上班 都有可能很忙 年轻人的忙里边也包括事业 也包括恋爱情感婚姻家庭 那就是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了 所以你要描述一个 你觉得你期待的这种模式 你们他什么时间去谈恋爱呢 有没有可能像别的情侣那样 吃吃饭 捋个油 有没有这种可能 那是肯定可能的 可能的是吧 只是说就是说 会固定一个时间段了 就不是说每个月 我每天都必须要待在一起 就那样 那可以啊 女生不工作也不是不好吗 有工作这样蛮好 她奋斗十年 又不是说十年后结婚 我觉得如果一个女生 真的很喜欢这个男生 她其实会主动地 会分配多一点时间 跟男生在一起 是的 就要看这个人多让他喜欢 对 但是如果他碰见 就特别喜欢的人 对 时间息息都是有的了 对啊 喂 孟爷爷好 我是1号男嘉宾高翔 麻烦您帮我扣一下声音 把1号的声音扣一下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刚刚被3号抢先了 其实我是特别想抱登的 好 我信了 然后刚刚看到 你的收入变得很多 但是给了男朋友很大的压力 从我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 我会感到非常地开心 如果我的女朋友的收入 比我高的话 我会特别特别地开心 现在的社会 就是要尊重男女的一个平等 就是女生也有权利 去追求她的事业和她的梦想 如果我作为你的男朋友的话 我要努力变得更加地优秀 因为只有这样子的我 才能配得上你 关注一下我 我是1号男嘉宾 谢谢 好的 谢谢 喂 孟爷爷好 我是3号男嘉宾孙颖 可以把我声音扩出来吗 把3号的声音放出来 女嘉宾你好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 你在北京 希望有这个打拼的时间 而且这个10年的话 我愿意陪你一起奋斗 我会照顾你的 就已经 好 谢谢 希望你能给我这个机会 他喜欢都不行 对啊 你嘴巴能收起来吗 收起来吗 克制一下 2号 女嘉宾你好 你跟我家儿子Michael 有很多相似点 你们的性格很相像 我儿子也比较是活泼开朗 这种性格的 第二点 你是学法语的 他是学英语的 所以说你们世界各地 要到哪里去的话 语言不是什么问题 你到哪里 我儿子可以跟你到哪里去 我儿子可以跟你到哪里去 我妈很喜欢 所有婆婆都喜欢这种性格 孟爷爷好 我是6号程紫阳 麻烦接一下我的妈妈 6号妈妈 妈妈 哎 儿子 帮我灭一下灯 我们的距离感有点太大了 我在深圳嘛 她在北京 但是我觉得她各方面 还是蛮好的呀 真的 妈妈非常喜欢 她如果上非洲的话 我觉得其他的那些男孩子 31岁不能等她 你能啊 而且我也很欣赏这种 事业型的女孩 我还是觉得蛮好的 呼变 不听你的 我猜对了 妈妈不听你的 妈妈 厉害 怎么办 怎么办 不然好像有点舒服不了你了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时间差吧 工作形势 妈妈可能会距离越来越远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特别合适 好吧 那我尊重你的选择 但是我觉得好可惜 谢谢你们的喜欢 来 看三个家庭的基本资料 高翔31岁 互联网商业经理 2号梅科25岁 雅思老师 孙颖31岁 人工智能讲师 三条短片 我2015年 从被达毕业了之后 在北京奋斗舞 有着一个自己舒适的家 我是一个喜欢吃西餐 做西餐的人 所以我把我的餐桌布置成了 两人相处吃西餐的样子 我的墙面上 都有一个小动物 就是小鹿 我的朋友们跟我说 这个叫做 以鹿为马 不负少法 但其实我绝大 这个叫做 身材有 虽然我把我的家 布置得舒适和温馨 但是总感觉空落落的 顾嘉宾 你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呀 下一条 我现在的生活目标是 保持年轻的心态 活出青春的状态 拥有健康的身体 搞错了 年轻时候 消消自己的身体 努力赚钱 老了 用赚的钱养身体 太不值得 好厉害 女嘉宾 赚钱不是女人的事 跟我一样 好好享受生活吧 享受你的生活 赚钱不是女人的事 这句话你同意吗 我不同意 我就估摸着你不能同意 来 下一条 原来我老公做饭 做得可好吃了 肯定的 你看看吃得多好 看儿子做得怎么样 好 我去假训一下 好 哎 不错 来 好 尝尝我今天的手艺 哇 做你做的 对对对 可以啊 我厨艺还是可以的 未来的儿媳妇 在我们家就可享福了 这爷儿俩都会做饭 然后保你 就能享受口福 有请1号 好 来 从1号开始 女嘉宾 我是1号男嘉宾高翔 我和你一样也是一个人 在北京奋斗打拼的 所以能特别感觉到 就是我们在事业上的一个冲劲 如果你是一个希望 因为本身我自己是个非常喜欢记录生活 但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唱歌 所以就想用一首歌曲来表达 我对你的心意一首《爱上未来的你》 送给你兄弟兄弟 爱上未来的你 我也没有时光机器 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你 还为我们的愿景 谢谢 好好听 真的好好听 我不要爱上未来的你 我只要爱上现在的你 爱上未来的你 有一套 兄弟有一套 三号 三号 您嘉宾好 我是三号男嘉宾孙勇 真的是你远远比 在屋里看到的要好看非常非常多 我其实是一个理工男 其实没有特别多华丽的词早 可以去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不管是我父母的工作 还是我自己的一个性格 也是一个比较居家类型的一个性格 都是蛮符合你的 同时我家里还养了一只科鸡 如果你牵了我下去的话 你就同时解救了两只单身的哦 我家里养了一只免疫猫 好呀那以后我们就猫狗双全了 其实还想跟你说的就是 在遇见你之前呢 其实想象了很多生活的状态 大概就是简单的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样的生活 但是见到了你之后呢 我非常明确的希望 一屋屋子里呢有你 桌子对面的人是你 三餐都可以喂你 四季都可以陪你 四季都可以陪你 这还没有华丽的词法 但是最实在的笔入 因为他真心喜欢嘛 对 到三现场看一看 表弟好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你作为他们家 现在在现场唯一的代表 这三位建议淘汰哪一位 三位男嘉宾 其实我真的 我找不到理由来淘汰 我就想能不能麻烦亮亮姐 帮我做一下参谋 甩锅了 你 好 亮亮姐来是吧 我呢 我的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也很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如果我要支付 肯定是 肯定是 要淘汰一个 对吧 建议她 建议淘汰 如果是你给她建议 你会选择她 好 太景好 我觉得 2号 Michael可能 因为我觉得女嘉宾呢 她现在需要一个 比较稳重一点的男生 可以支持她去创业 可能2号给我的感觉 她还在寻找这样 我觉得她应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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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浪费时间 这么夸张吧 不要耽误人家 亮亮姐非常耿直 不要浪费时间 直接就说了2号 来 到你了 你同意吗 我同意 2号 谢谢2号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真蛋糕 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男生 我想问一下 就是一个 就只是字面上的意思 就是说 你愿意为我洗手做羹汤吗 洗手做羹汤 听懂了吗 做饭 做菜 我愿意 我愿意 3号 我愿意洗 洗几遍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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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让我怎么选 哎 问题一到也好回答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还是3号 1号 3号 1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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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3号 才选几号 3号吧 我觉得他俩都可以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 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 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 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 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千和林天佳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 选林天佳 先和零添加酱油 不添加味精 色素 防腐剂 新乡亲大会由狼牌特区 战略合作播出 与狼共龙马奔腾 狼牌特区 感谢高端香芬喜护品牌 阿道夫的大力支持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1号还是3号 1号 3号 1号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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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号 3号 3号 没关系 尊重自己的选择 3号吧 3号吧 来 恭喜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夫相爱节站 来 欢迎到我们下来 好配哦 对啊 狼牌特需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成功 与狼共鸣 龙马奔腾 人家都是比心的 我觉得下场之后 跟她聊天什么的 第一个感觉就是 我选对了 真的 我选对了 感谢我自己 也感谢亮亮 感谢所有人 其实我也是感觉 真的的确她就跟我想的一样的 工作方向上我会尽量 她的艺术家 晚上好 孟爷爷 晚上好 各位朋友们 我是杨汝晨 目前是一名室内设计专业的 再度研究生 对于每天衣着和香水的搭配 对于各种辛勤美食的品尝 我都是非常的讲究 你对女孩有什么标准呢 我会喜欢自信一点的女生 真的 自信一点 对 自信的你 在我眼中会发光 来 妈妈说两句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勇于小姐姐好 我跟你说 我 对对对 好 我是一个比较重视传承的 中国式妈妈 我们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 汝晨可以牵手一位 有着东方女性之美的女孩子 温文尔雅 她呢可以不会做家务 哇 去人了 哇 这个好漂亮 我看到她想看她跳舞 好好看得懂 太美了 好 谢谢 谢谢 庄次我介绍 哎呦 谁抱着呢 女号抱着呢 哇 谁抱 我看到她就跟她跳舞 好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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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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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家 这种爆灯方式 在我看来就叫 不要竖在起跑线上哦 来 2号爆灯的原因是 女嘉宾 你好 我是2号梅科 Michael 就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被你身上那种 性感和带点嫩媚的感觉 让我就是 立马毫不犹豫地 按下了我的灯 超美的 还有起子 我喜欢 就立马索新 我觉得 哇 超正的 这是我喜欢的类型 谢谢 谢谢 Michael喜欢做时尚感的 继续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李雪儿 来自北京 现在是一名 门户网站的 篮球新闻编辑 篮球新闻 这个点够了 下面是球迷的举手 我看看 我对篮球不是太懂的 我原来也是体育记者 做了好多年 前辈 所以我对体育记者 体育编辑 还有那种亲切感 5号 我想问一下 阿姨好 我想问一下 女嘉宾您今年多大了 不好意思 我刚才忘了 我23岁 97年生日 23岁可以吧 23 很好 走出来的时候 落落大方 我挺喜欢的 谢谢阿姨 我的儿子是5号男嘉宾李松廷 希望你留意一下 好的 好的 2号 你嘉宾你好 Michael比你大两岁 然后他是标准的球迷 对对对 我妈知道我 很多球星的话都是如数家珍 你们这有共同的爱好 希望你多关注他 谢谢 谢谢阿姨我记住了 Michael一脸汗 对啊 怎么办我这个都是汗 ABC汉方纯眠 养护有方 有爱更健康 来看短片 我 李雪儿 我与篮筐的距离 是142厘米 篮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刻在基因里 身批13号球1 校女篮第一任队长 校男篮第一任经理 毕业后成为一名NBA编辑 不错 不错 我还蛮优质原创作者 累积阅读量超500万 哇 又有工资 希望我自己 能成为中国最好的篮球记者 看到了吗 我与篮筐并没有距离 你准备好了吗 我 要进攻了 这个好酷啊这个 我好像打不过他 从十岁开始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学习 一个人生活 这好独立啊 我高中的毕业典礼 高中三年做了三年的乐队 就特别希望让我爸妈看到 让我妈妈 我就给他留了一张票 可是我要演出的时候 我打电话问他 我说你人呢 啊 怎么会这样 我第二次认带思略的时候 我记得他们俩都没有接我的电话 因为我当时连烧了六天 我每天的打针都好几百 我当时在医院里等着他们 任何一个人接我电话都行 能不能先把拍CT 和辞的钱给我转一下 我就在这坐着等 等到拍CT都不能拍了 人家五点下班了 然后当天晚上我跟我妈说 她说怎么打那么多电话 我说 我说我人体又死了 我就等着拍CT 然后她说对不起 妈妈对不起 可怜的不问了 怎么会爸妈都 见过十几年不说话的夫妻吗 啊 十年不说话 就是谁也不服谁 谁也不愿意先开口 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默契 就是都不开口 就都不说话 然后让我夹在中间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痛苦这个词够吗 还有别的词吗 程度深一点的 特别疼 是挺心疼的吧 我觉得她这个带来影响挺大的 爸妈教会了我独立 却没有教会我爱情 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是不好的 有距离是不好的 不沟通是不好的 也让我对爱情看得更透亮 因为感情是经历太多了 享受恋爱的过程 分手也不要难过 跟前男友们分手 我伤心不超过两个星期 因为我从来不会为 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难过 哎呦 我觉得她很 意境远好 一定是我找男朋友的必备条件 对 意境远好 说明她处理所有事情 都很有分寸感 我叫雪儿 生在夏天 本嘉宾由珍盖网推荐 我觉得可能还得先 从你的童年开始说起 我们不知道 你父母的关系是什么样 你方便说一下 你父母现在他们是离婚了还是 没有 没有离婚 但是他们的沟通比较少 在我的印象里好像没有沟通 我想问问你妈妈 来 三线找我看一下 孟菲老师好 雪儿 妈妈 你看到刚才孩子 那个人在撕裂那一段 你当时的感受是 我也很痛 我觉得我很难过 雪儿 对不起 是妈妈 没太注意自己的电话 是妈妈做得不够好 对不起 雪儿 我们有做得不 我们的关系或许 不是两个好人就可以 在一个无言底下生活的 两个好人还有好的东西 不适合 我相信雪儿你会理解的 对不起 雪儿 是妈妈做得不够好 但是妈妈爱你 其实那段片子我看了之后 也是很有感慨的 因为我的工作 我接触到很多的男女嘉宾的父母 离异的比例相当大 比如我 我父母离异的 夫妻可以维持不下去 而选择分手 但是无论如何要解决好 对孩子的爱 这一点不能变 这是所有的夫妻 在离婚的时候 必须要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看完她妈妈说完以后 我觉得她肯定有她的理由 有很多时候 两个人的感情真的很难 理得清 可能他们两个 都没办法面对女儿 但是这个方法有点自私 小朋友是无辜的 不能这样 所以你们如果真的选择她的 必须要加倍的爱给她 对 是的 并不是陪她打打男球就可以 来 1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我刚才看了VCR 对你的童年经历 感到非常的惋惜 但我相信你一定会遇到 未来的她能让你 能抚平这些所有的伤痛 可以让你彻底忘掉这些 不开心的回忆 然后我们家翔哥 就是一个非常成熟 稳重 然后考驳 我觉得你跟高翔 会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 希望你能 谢谢 5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你跟李松廷有很多相似之处 而且她之前也很喜欢打篮球 我只想问你一点 因为你说 父母之间的感情不是很好 会不会影响你 要么对家庭 或者是爱情生活奢望得过高 要么就是看得过淡 会不会这样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不太好评判 父母给我 虽然他们之间的感情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不会过高的期待 或者过于的淡薄 对家庭 很好 因为我们家是很幸福的家庭 我跟我们夫妻俩跟儿子之间 更多的时候是像朋友一样相处 可以一起喝酒聊天 希望你能够加入 好的 谢谢阿姨 也许我们从父母的关系当中 能够获取另外的一种 对婚姻的看法和态度 比如说你片子里边有一句话 给我了特别深的印象 你说你想找到男朋友 一定要异性缘好 对 对 这是我非常非常罕见的 听到女生是这么说的 因为在我的观念里 异性缘好和烂桃花多 是两个人好 等待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喂 你好 孟老师 我是5号李松婷 我可以把我的声音 公放出来吗 来 5号的声音放一下 哈喽 女嘉宾 你好 我是5号李松婷 你好 在我看了你的VCR之后呢 我只关注到了两点 一个就是你组过乐队 然后再一个 我就是感受到 一点落寞的感觉 我叫程紫阳 我想公放一下我的声音 来 6号的声音放一下 女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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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6号 就在我前不久 也经历了手术 自己一个人 也非常明白这种感觉 从病房到手术室的距离 一共走98步 但是呢 咱们是异地 我不希望 我看了天气预报之后 提醒你下雨带伞 我也不希望 在你饿的时候 要是点外卖 送到你的面前 所以对不起 然后灭下灯 谢谢 谢谢 我 我看是对你有意见嘛 对啊 我以为你要申请表白呢 我以为你要留灯 我以为你要留灯 一开始让我 让我这样的时候 对 然后就 突然就砍我一刀 我做了 我认为谈恋爱是一个 创造共同回忆的过程 所以我很理解 6号男嘉宾灭我的灯 因为我也希望他能在我身边 我在他身边这个状况 我倒觉得 喜欢一个人的顺序是这样的 我先决定我喜欢他 或者是我不喜欢他 决定了这个事之后 我再问他是哪个城市的 而不是说我先问你是哪个城市的 哦 你是那个城市的 哎 我来喜欢或者不喜欢 我想问一下 6号生活在哪个城市 他在深圳工作 那是不是我可不可以理解为 6号男嘉宾只考虑深圳的 不考虑深圳以外的女生 他把这个距离吧 看得有点过重了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孩子 就是工作流动性还是蛮大的 就是如果确实感情 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话 一方是可以做出妥协的 但是我还有很多问题 我都没有问 还有很多话都没有说 他又把灯灭掉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遗憾 谢谢阿姨 在这个问题上 我更欣赏您的态度 是的 他刚才说得很好 我们两个人 共同创造一个不好吗 无论是男生到女生的城市 女生到男生的城市 都不意味着我去了那边 就放弃了我原来 而是两个人共同营造 属于我们共同的那个未来 你太冲动了 对啊 妈妈比你开明很多 他咋这么烦人呢 这么着急就啥就灭灯了 笑着说话 我都咬牙窃齿了 喂 孟爷爷 我是四号男嘉宾谭卓 麻烦你帮我接通一下我的妈妈 四号妈妈接电话 哎 妈 这个女嘉宾 跟我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可以帮我问一下他 对男朋友的要求 就是在时间上 最少能够算是 我就想问他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说实话 我没太听懂这个问题 也许他妈妈听懂了 对 我确定你妈妈听懂了 李嘉宾 你好 你好 他想问一下 你俩就是将来在一起的话 他的意思是说 什么时间再来说是最 最方便 最方便 不是 不是 怎么想 你明白为什么我没听懂了吧 理解 理解 把四号的声音放出来 你自己重问一遍 你嘉宾 你好 可能刚才我表达的 可能不是很清楚 不好意思 没事 然后我的问题是 你能接受男朋友一天时间 多少时间 能够陪在你身边 就是一个最低的时间 我不知道 我要疯了 他的意思就是 在你的感情生活当中 男孩花多长时间来陪伴你 对 比如说是天天见面来陪伴我 还是一周见一次来陪伴我 还是一个月见一次好不好 就是这个问题 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不行 来 多长时间见一次吧 我觉得还是得看两个的日程安排吧 要磨合的 那不能我现在说多少也算不上 看两个人相处的模式 看感觉 好吧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严格的要求 就是怎么相处 舒服怎么来就比较好 对 来 上去 变掉 两盏灯回来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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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为什么 他可能觉得他的不是一个风格 或者是他觉得有两个主唱 唱唱唱了我 哦 对 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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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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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号 一份男生的基本资料 高翔31岁 互联网商业经理 梅科25岁 雅思老师 谭卓27岁 商业地产租赁 三条短片 四号 我是非常喜欢骑马的一个人 大概三到四周会过来骑一次嘛 已经学习了一年左右了 在马术比赛里面 七分靠马 三分靠人 最重要的就是人马合一 他信任我 我也信任他 刚接触的时候一定要多摸摸他的头 摸摸他的脸 这样子马儿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骑马是给我一种 村池天色的感觉 过程特别的享受 宇嘉宾 让我成为你的黑马王子 跟我一起筛马奔腾吧 我非常喜欢旅游 喜欢去各个网红打卡地 也喜欢看书 因为书可以带我看到更大的世界 去更远的地方 未来的儿媳妇 旅游和读书 是我认识世界的方式 那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下一条 大家好 我是踏实玩人生外号 沈阳邓伦 你以为得到这个外号 是因为我帅气的脸庞吗 其实并不是 是因为我成天在外面给人当伴牢 冷冷的冰玉穿 我给你游戏 我给你逐游戏 带给几个回来 好 没关系 有请1号 4号 月大 不晓务 这次 Trek 不晓务 没出对 可是 准备一下 游戏 有请报灯的二号 1号开始 雪儿我是1号高翔 然后雪儿 你刚刚走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眼的感觉 就是你特别像我 特别喜欢的一个明星 就是张婷 所以我就是有 一见钟情的这样的感觉 从你的VCR里面 我能感觉到就是 我内心有一种触动 让我萌生了 真的很强很强的一个 保护欲在里面来 当时特别想 就是我一定要保护你 我想给你更多的爱 让你的生活 变得更加的幸福 变得更加的多彩 谢谢 谢谢 4号 雪儿你好 我是四小男嘉宾谭卓 刚才看了你的VCR之后 我觉得我们两个 有很多共同的爱好 我很喜欢你 然后我希望 能够在这里 给你带来一些快乐吧 我希望能够在这一刻 让你忘掉过去的那些烦恼 让你能够在这一刻 能够在此时此刻 能够开心一点 谢谢 来 梅科 雪儿你好 我是二号梅科 Michael 我是第一位 为你暴动的男嘉宾 我记得 想告诉你原因就是 其实在第一瞬间 你走出来的时候 就被你那种气质 那种打扮所吸引 看你的短片VCR的时候 当然第一点所吸引我的 一定是篮球了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曾经也一直有过 就是篮球方面的梦想 但是最感触 最深一点 就是你刚才说 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让我想起我留学的经历 我希望能够有一天 能有个人 能够一起好好诉说 我能够解开那个心结 谢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 来 到三线场 我们看一下雪儿的妈妈 你好 现场的男嘉宾 三个男生当中 你得淘汰一个 都很优秀 我心里好不舍 但是从各种方面来看 一号嘉宾 她在北京 二号男嘉宾 为雪儿爆灯 但是四号嘉宾吧 从我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 跟雪儿不太适合 浩泰 四号嘉宾吧 浩泰 四号你同意吗 我本来想 他们给我什么建议 我都不接受 然后 但是 但是跟我一开始想的是一样的 谢谢四号 谢谢四号 抱歉 你的 她的花 花可以拿着 要不然你给我 我留着 我放在那儿 你不用紧张 谢谢 没关系 我是选你的 加油 姐姐 如果我被拒绝 你也会给我拥抱吗 你肯定被拒绝了 不用了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蒸蛋糕 提问环节 最后一个问题 问两个男生 你们会介意我的异性好友很多吗 来 一号 异性缘很好的话 我觉得应该理解成为 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比方说 就是朋友之间的帮助 我觉得是OK的 因为这是最正常的 朋友之间的交往 作为一个男生不能心太小 对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 谢谢 来 二号 其实坦白来讲 我不太接受 异性缘太好的 因为我觉得会有小小的吃醋 你爆灯的时候没有想到 会有这个因素吧 我是说我身后有两支球队 是我最好的朋友 然后有一半都是男孩 我觉得如果是球友的话 我觉得OK的 因为本身我自己喜欢打篮球 如果是这方面的意识 我觉得OK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好 你最后的决定是1号还是2号 千和好酱油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提醒您 新香鲜大会精彩稍后继续 新香鲜大会精彩继续 你最后的决定是1号还是2号 1号1号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有请嘉宾进入阿道夫相爱 今天站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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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在最后做出的选择 我是在她走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做了选择 我觉得就是跟女嘉宾的聊天呢 能深深地感觉到 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喜欢的 未来的话 约会就是今天晚上 明天早上 明天中午 明天晚上这样的屏幕 有请新的1号家庭 大家好 这个好碎 有吃的 这个好碎 孟严好 我叫王明君 今年25岁 来自安徽淮南 这个真的帅 这个真的帅 和朋友在国外合伙 开了两家小的餐饮店 关于未来的另一半呢 第一对颜值方面 我是没有任何要求 大家老了长得都一样 谁跟你说一样啊 明显还是有好坏的 对啊 第二点是 对年龄 我也是没有任何要求的 有一句话说得好 陪妹妹长大 不如陪姐姐说说心里话 你对女孩 没有什么要求发言吗 对 唯一的要求就是 可能身高方面 因为我比较喜欢 个子高的女生 她最好是170以上长发 那还是有要求的 只有这两点 只有这两点 170以上是最好 哇 这好复合家伙呀 一70以上 然后这个是龙哥 这个是我的妈妈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结婚20多年了 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 就是听老婆话 不要笑 她妈妈的脾气有点暴胀 有点暴胀 来 本家得说两句了 脾气有那么大吗 大家好 大家好 孟老师好 我是脾气有点大的妈妈 今天我带来我们家乡的特产 豆腐 寓意着多福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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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女嘉宾吃了我们家的豆腐 就来做我们家的儿媳妇 孟老师 这个豆腐很好吃 关键是得我得蘸蘸那个酱油 特别是千盒酱油 林添加 我尝一口啊 豆腐好 酱油更好 欢迎你们 有请三号女嘉宾 这是我心动的 你刚好高啊 国际完结二号 哎哎哎哎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如果这世界不够 实际的漩涡 二又抱着了 我刚才本来想说不给他个案 那我没办 这个我要说话 大家好 我是三号女嘉宾王嘉慧 今年25岁 湖北汉川人 目前呢 在武汉就职于一家 全球500强的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我顺顺气啊 走得有点 走差气了是吧 有点差气 我们的姓王 你有复复我哥的条件 我希望找一个 比我高的男孩子 最好拥有神秘的单眼皮 这我真心动了 同时呢 不要有很重的社会气息 还会时尚穿搭 还可以和我一起去看电影节 谢谢 哇 我可以了 太符合我了 梅科 又爆灯了 对 哎 说说原因 我觉得前两轮不甘心 这次又冲动了 但是听了我们王嘉慧 女嘉宾的介绍之后 我感觉她好像也似乎 跟我有很多相符 她说她喜欢电影节 喜欢音乐 然后也说喜欢 前面是喜欢什么 她说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冲动了 我不要冲动了 电话是谁打的 我打的 我想说啊 这个二号的那个男生啊 有点太花心了 能不能把她那个爆灯取烧 为了公平起见 就是给其他的男生先观察一下 了解一下 才煮三下再爆灯 可以吗 我觉得你这个建议 我们是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爆灯我们是鼓励的 但是我们觉得 是不是应该稍微冷静一点 对对对 比如说应该是在等女嘉宾 做完自我介绍之后才允许爆灯 你看这就是冲动对不对 对对对 不公平 来 我们再听一下这个梅克 你要不要再给亮亮姐解释一下 你冲动的原因 我冲动的原因也是 就的确是就是佳慧是 什么 你刚刚看到的 哇 大成田 你就按了 对吗 好吧 这没办法 我们节目图找的嘉宾太优质了 好不好 好的 来 5号 女嘉宾 你好 好 我想问一下你的身高 我的身高是1米72 我觉得我儿子的身高跟你很般配 他1米83 你穿着高跟鞋 跟他在一起差一点点 很好 而且我儿子很帅 现在太划刷了不要 1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好 阿姨 你也姓王 王明君也姓王 对 500年前我们都是一家 1号 而且你比较符合我儿子的标准 这是1号 身高1米7 我妈妈已经开始帮我争取了 除了有一点不符合你的要求 双眼皮 其他都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冒昧地问你一句 她是内双还是外双 内双 内双 内双可以的 可以 好 我会留意1号家庭的 我们先看片子 看完了再问 用气味讲一段故事 这里是喜欢用气味讲故事的王家慧 我觉得比较能表达自己的一款香水 是尼罗和花园 这个我真的心痛 我看起来比较文静 但慢慢了解之后 自己有那么一丢丢的神经大条 家里经常乱乱的 我父母经常会来帮忙我收拾房间 这不行 爱消费 不爱存钱 爱消费 不爱存钱 我妈妈就要活在当下 享受生活 开心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月光族 我觉得月光族 住一千万元的一些酒店 然后她说 为什么要工作 你看我 我在家里收房租 我一个月都可以收购几十几十万 这段感情是 我先提分手的 我不会因为财富和你在一起 不会牵手动 所以说我希望男生真的是 靠自己的双手努力挣钱 而不是靠继承家产 然后打击到我这一个 作为打工人的心理 有自己的想法 有态度 我的第二段感情 是和一个电竞行业里面的 佼佼佼在一起的 老板知道了这件事情 必须走一个 那肯定是我走呀 走了之后我就觉得 她也开始不怎么秘密了 是我提的分锁 第二段感情让我明白了 我不会因为你的名气和你在一起 爱一个人不要爱太满 我传不过气 感情要有新鲜感 就像绿意 甜美 害羞中 带着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希望以后的每一秒记忆 都是关于你的味道 本嘉宾由詹盖网推荐 本嘉宾由詹盖网推荐 片子里边一个关键词叫味道 女嘉宾很懂香水 我不懂香水 但是我懂一点酱油 直接看配料表 越简单越好 千和零添加酱油 纯粮酿造 没有食品添加剂 食用更健康 6号 女嘉宾 你好 你刚才在短片中就是 说对香水啊 就是特别感兴趣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注重品味的 很注重细节的人 我儿子呢 他也是比较注重细节的 但是阿姨 就是我很不注重细节 我很懒惰 不注重细节 大咧咧的 我可能不爱洗衣服 但我会做饭 什么菜我都会做 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去 去花费那些时间 对 他非常坦诚地说了自己 我很懒惰 跟这词用的 说自己懒惰的同时 倒显示出了自己的诚实 他说我懒惰 我什么菜都会做 我就是不做 你什么菜都会做 不做 我问一下 你在哪个城市生活 武汉 武汉 他在深圳 是要灭灯的意思是吧 不是 我又想打电话了 你考虑清楚了吗 考虑清楚了 太喜欢了 他不是深圳 那你咋办 索爱阁山海 山海接客屏 你刚刚不是说异地恋吗 妈妈 我们的距离感有点太大了 我在深圳吧 他在北京 所以对不起 异地恋的话 我肯定是需要他每过一周或者两周 飞过来找我一次 我认为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觉得你这个形象 我儿子会非常动心 希望你能关注6号 考虑考虑我儿子 好的 谢谢阿姨 麻烦是在这儿 如果你儿子说 现在我不介意了 其实那就等于他前面说的 他不是介意异地 他只介意有没有大长腿 这也很正常 男人嘛 只要是男生都会被形象所吸引 大长腿还是吸引人的 男人被形象吸引 一点毛病都没有 重要的是 他要把他前面的话圆回来 来一个 孟爷爷 我是6号 我来了 6号来了 帮我供放下吧 来 把6号的声音放一下 圆不圆 其实刚才 他刚上来的时候 我就想爆灯了 但是爆晚了 之前一直在说异地这些呢 因为我真的没有心动 我只是找了一个理由 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 一周 两周去一次武汉 那么另外呢 我的眼皮是可霜可丹 对 还有一句话想对我妈妈说 帮我 我只听明白了一件事 原来异地没有那么重要 来 5号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我感觉你跟我儿子太太人了 无论是年龄 身高 然后内双 小带眼皮 但是眼睛不小 对 眼睛不小 对 然后吧 你们俩如果真是集合在一起的话吧 他能给你唱一辈子的情歌 李松庭 5号 请您关注一下 听你这么一说吧 我也觉得他们特别般配 5号能给你唱一辈子的歌 他能一辈子不给他做饭 都能接着 喂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1号男嘉宾 请把我的声音共放一下 来 1号的声音放一下 就是你的外形也非常的好 身高也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然后你也是有很漂亮的长发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关于你不存钱 比较享受当下的生活状态 你只是现在这个阶段 还是会一直保持到结婚以后 这问题好 问到大家 你好 男嘉宾 首先呢 我这个状态 是维持在自己自足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说是两个人共同去承担的话 我也应该只会说用自己的那一份 去维持自己比较优质的生活 谢谢 好的 不懂 我觉得人生在世活着 让自己首先开心快乐 让自己的家人开心快乐 就最重要了 真的 我觉得像消费这个就是 我赚多少 我花多少 这是我自己赢得的 人自己花自己钱不行吗 对吧 我觉得还是要存一点的 对 一个未来的计划 我觉得理财还是一定程度上是需要的 对嘛 对 你不要说全部吧 对 应该有一个计划吧 对 女人其实就应该自己 往自己身上进行投资 对 谢谢 她比较注重自己的投资 不是 不是 这个方向是错的 她这个不是注重投资的 她只是住在当前的一个消费 我想打电话灭顿 三观很重要 如果你以后儿子喜欢个类似这样 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喂 你好 孟爷爷 我是一号男嘉宾王明君 又来了 对对对 又是我 想接一下我的妈妈 来 一号妈妈接电话 妈妈 我觉得一号女嘉宾 她可能对于自己的未来的理财方面的问题 和我的看法还是有一些出入 请你把灯灭一下吧 好 你好 女嘉宾 你好 阿姨 虽然我很喜欢你 但是 要她灭 要她灭 嗯 不好意思 我灭了 好 来 上去灭掉两盏灯回来 我应该会被灭吧 不是我 我离离头绪 她灭了我 她灭了我 我儿子很适合你 对 好 为什么 他们把灯灭了 三个男生的基本资料 梅科25岁雅思老师 杨汝成24岁 设计专业研究生 李松廷25岁音乐人 看三条短片 还有一个会rap的一个老师 是从怎样的体验呢 老师为大家带来一条rap show 好不好 好 语气渴望光怀 不如一起精彩 快乐会传染 请你看看 Come on 女嘉宾 如果你选择跟我走 你不但拥有男朋友 还有随身翻译和rap show 下一条 我是汝成的妈妈 从小我就一个绘画的梦 看我的作品 这就是美丽的牡丹 你妈妈画的 不是 我妈妈是艳园画家 有了这幅画 我们家增色不少呢 不仅仅是在纸上作画 我还把它绘画在瓷瓶上 很厉害 很厉害 下一条 来大理他就觉得这儿 还是挺安逸的 养养花 养个猫挺好玩的 后来养几只鸟 都特别通人性 这一条 雷六 雷狗 真棒 大理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对 我也希望未来的儿媳妇 和我儿子一起来大理 跟我们一起享受浪漫的生活 对 大理的生活 真是勾起了我很多的回忆 特别喜欢那儿 但是在放那个片子的时候吧 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尴尬的事情 我灭错灯了 刚刚要灭的 结果你灭成了6号 对 我眼睛600多 对 女嘉宾悄悄跟我说 她刚才上去 灭错灯了 她说她是想留6号灭5号的 结果搞反了 不好意思 我太紧张 都上了 都上了 这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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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选择 我认为比较公平的 要么不能改了 错了就错了 就这样 第二种方法是 改过来 孟姨 孟姨 我们这里有一个情况 是其实3号本来是想要灭灯的 我想灭灯的 说实话 这三观很重要 好 多好 3号不要 然后呢 就跟3号商量 建议3号就是把这样一个机会 让给6号 为什么呢 这样就能5号和6号本身 就是对女嘉宾有兴趣的男嘉宾 可以出去 这个建议还是可以的 好的 谢谢 哎哎哎 这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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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说 我们没有灭灯的意思 对吧 哎 生气了 听到吗 身子要灭 妈妈不灭 这样 我们明确提醒她的本人意见 好吧 来 3号 我选择灭灯 我选择灭灯 那尊重她的意见吧 那还是尊重你们家 还是本人的意见 OK 来 现在有请是 5号 6号 5号 5号 0号 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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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 5号 5号 6号 1号 我用尽我能一直陪伤你啊 就算你也不爱 从5号开始 我认为没有什么是 一首歌不能治愈的 所以说我想用我的歌声来表达一下 好 谢谢 谢谢 没感觉啊 整个眼神 6号 刚才其实还有两点没有说 其实是6号 6号真的还可以 一点是我也很喜欢旅游 之前是自己一个人背包 走了32座城市 另外一点是 比如说家务这些 现在特别喜欢收拾舞蹭 另外一点 我是不是墨迹的人 不会说因为你生活上的这些东西 来 去说你 来 梅科 杰米 你好 我叫迈克梅科 很巧我也是武汉人 你会不会说武汉华 会说 就是大家这个在地域方面的 很近都在一起同一个城市 所以不会像 他们阿威一样 有这么的距离感 所以说我觉得 这会是我们日后 相处一个很大一个 法马或者优势 谢谢 三现场 现在三个男生在面前 你们建议淘汰哪一位 孟老师好 你好 我的要求是 坚决要一号回来 要一号 我要跟一号说几句话 可以吗 孟老师 等会儿 你可以跟一号说句话 但是不能要求他回来 我的意思就是 我只喜欢一号 我只喜欢一号 为什么 我相信王家慧 看见一号之后 立马会转变我的观点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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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这样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一号 一号对王家慧有误解 我要解释一下 没有误解 有误解 王家慧 没有误解 你看到一号 你肯定会喜欢 它是你喜欢的类型 我的女儿我知道 因为一号 一号在听吗 一号听得见吗 一号听得见吗 我再听 我再听 阿姨您说 因为王家慧说她不理财 我在这听着我都好着急 王家慧用钱是有点大方 但是她是自己赚钱自己用 王家慧的一两车子 都是她自己存钱买的 妈妈没给她出钱 所以说这自力更生的钱 她自己花自己的钱也是应该的 其实王家慧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心地非常非常善良 可以看得出来 可以看得出来很善良 等一等 您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想说的是 关于在如何理财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她们没有什么误会 你女儿花她自己挣来的钱 天经地义 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 一号男生说 她在未来安排是否理财 这件事情上和你的女儿 有看法上的不一样 这根本没有谁对谁错 我认为刚才你女儿在现场 她在我旁边 清清楚楚地告诉我 她没有误会 我们节目有节目的规则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说 我想我一定要求谁回来 那我们为什么节目 还要有规则 你告诉我 孟老师你好 我是很崇拜你的 妈妈妈 谢谢 妈妈你听我说一句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觉得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 和每个人的一个思想 她的思想 既然和我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可以做朋友 既然做朋友 我们都可以 但是 我觉得 没有必要说 打破节目的规则 对 孟老师 哎呀 哎呀 我知道 我看了好多期 这个这个心象性大会在家里 我知道你们的规则 我现在必须淘汰一个 我现在是淘汰 但是我要对一号 还是要对一号说 我喜欢她 我现在淘汰 5号吧 等一等 你同不同意你妈妈的建议 我同意 谢谢5号 谢谢 港容蒸蛋糕好吃不上火 下面进入港容蒸蛋糕提问环节 来 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问两个男生 两位男嘉宾你们好 我这边自己准备了一个调制的香水 我想给你们闻一下 你们可以说一下 自己闻到了什么样的味道 或者什么感受 怎么样 你是在喷蟑螂是吧 这动作 太淡了 再来一点吧 我先说 刚闻到的时候是清新的 前调可以说很清新 中调多了一丝温柔 让我想起了水蜜桃 那么最后呢 又多了一丝热情 这是我对这个味道的感觉 好的 谢谢 来 2号 坦白来讲 我刚才闻到这个香水 是无色无味的 但是因为它是你喷的 所以说对我来讲 它已经是最香的香味 谢谢 谢谢 你喷了什么刚才 白开水 很清新 热情 让我想起水蜜桃 你别说 梅科最后这个话 倒是给你 你可以 你坚持着你自己一贯的风格 白开水吧 加分的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来 你做最后的决定 你是真看不见是吧 我是真看不见 我看两人脸 我让你往前走点看清楚 谢谢 别回头下去看 人不是你要的 看不见了 我估计太险就好了 我估计选就好 verse 2 爱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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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和好酱油 真爱林天佳 与你一起见证幸福 千和林天佳酱油提醒您 新乡亲大会精彩稍后继续 新乡亲大会精彩继续 本节目由千和林天佳酱油 独家冠名播出 买酱油 选林天佳 千和林天佳酱油 不添加味精 色素 防腐剂 养护有方 有爱 更健康 感谢ABC汉方纯棉的大力支持 本节目官方合作用油 百年品质西班牙皇室用油 贝利斯橄榄油 新乡亲大会暖心合作伙伴 999感冒0 暖暖的 很贴心 我估计太险就好了 我估计选就好了 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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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场 每一场 谁在你的每一场 每一场 谁在你的一片春 谁在爱一切 当我多喜欢你 真美的节奏 看你们在一起好般配啊 可是妈妈经历帮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珍惜她 爱的味道一辈子忘不了 尤其嘉宾进入阿道湖相爱空间站 狼牌特区 恭喜男女嘉宾牵手群托 与狼共龙马奔腾 第一印象真的是 多少年没有过的行动 你好会说话呀 真是的 我就想现在对佳辉说 你放心 子杨一定会全心全意对你 没有这句话 我真的好放心 好放心 我现在看起来蛮配 对 很般配是吧 很般配 刚才她拿那个东西一喷 是白水 如果是我在那儿 我可能选择答案跟2号是一样的 这个我也装不下去 对 但是她看不见 她看不见 我看一下 看完了 我跟你走 说明什么 那个问题根本不重要 只是问一下而已 来 二线场 我来问一下两位 在这个舞台上 虽然今天很多男生 都不断地唱歌和跳舞 但是你们知道吗 打动女孩 最关键的那一刻 真的 我们不想看到你们 得心应手 我觉得心灵相通 才是最浪漫的事情 所以有一些唱歌和跳舞 那个是你们的才华 用来帮助新颖女生的 而不是在表白的时候 用一个万能贴的形式 我不知道该如何 诉诸我对你的心意的时候 我就来唱歌和跳舞 然后我还唱歌跳舞的时候 还不看着对方的眼睛 会让我怀疑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还是她愿意 只是上来表演她 准备了一段 很久很久的才艺 有道理说的 对 对 我觉得男生 可以参考一下 走心和用心 才是打动女生 最关键的东西 对 唇叶的刚才那番话 我非常认同 来 亮亮姐 我心很累 你的心怎么了 因为我有一个儿子嘛 所以我很容易 带入他们的那个心态去想 我原来发现 不是女人都变 男人也是 变得太厉害了 好 还有就是要说一些真的话 你要再看远一点 多一点这样 说得特别好 谢谢收看今天的 新相机大会 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